當時我還沒有來一次我朋友說 高雄最美的夕陽照 就拍完以後 哇 很多垃圾 但是回家以後我朋友 花了幾分鐘 超乾淨 有沒有什麼感覺 當放在一起有什麼感覺 很酷對不對 超讚的 那其實我要表達的是說 現在很多人就是 其實垃圾是欺負我們 可是你看到的照片有點是很漂亮 他只是用圖去修 所以根本不會有去care說 亂丟垃圾是不是關他的事情 這是我現在看到的狀況 那我去芙蓉 曾經我去過那個芙蓉 其實我 我其實之前沒有去過 是上個月去淨壇 第一次去 我在他之前對芙蓉的印象是 那個海灘超漂亮 然後有芙蓉音樂器 有什麼 有裝美女嗎 沒有沒有 反正就是我後來去淨灘嘛 那我發覺那垃圾真的是非常的多 差不多可以 從這邊的桌子到那個位子 而且還撿不完 那我們還在旁邊玩水 玩得很開心 奇怪不是旁邊都是垃圾啊 所以我發覺就是說 我想要改變這個狀況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我給大家開銷來 想法 等一下等一下 快快快快 還有多久 200秒 因為我時間準備不夠 因為禮拜二才準備 我的構想是這樣子 其實現在台灣的環保圈 已經有做那種建台APP 你在那邊可以看到整個人 可以舉報放垃圾 哪邊有垃圾的位子 但是我發覺一件事 是這個永遠清不完 因為淨灘的永遠在淨灘 然後丟垃圾永遠在丟垃圾 這個狀況要改 還有就是說政府 政府的角色 雖然有做一些淨灘的一些平台 讓大家去淨灘 可是有時候過度 會過度美化跟商業化 所以我也想要改變這個狀況 那我構想就像剛剛那張照片一樣 首先就是 我希望有一個社群平台 就提供給 比如說旅客或者是爬山的人 當他看到垃圾 他覺得說不應該是這樣的時候 把他拍下來 然後會丟給到 透過社群的平台 他可能沒辦法用很漂亮的照片 他可以找 也可以媒合到說 一起修照片的一些專業的 把他用得非常漂亮 然後一起把他分享到社群平台 比如說Interscript Facebook 或者是我們有自己的社群平台也不錯 然後用反諷刺的方式去引起 因為如果這是太正規就會 其實正常就會覺得好像很無聊 所以我用那種諷刺的方式就是 我給你一張漂亮的 你給你一張醜的 然後我們一起就是可能在社群平台 大家把它post post 這一來你會讓到 會讓你的原本的住民知道說 你家附近很多垃圾 因為我發覺一方面因為這個有趣的 反諷的那種議題 maybe會引起很多人注意 這是我的想法 那引起注意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他可能也會 我等於也是幫政府推廣說 他們的淨灘的地區 因為政府他的平台沒有人去看 他們也有什麼基點服務 這邊後面再說 因為這個就到我們後面了 我這邊這一塊的話是說 當居民 還有一分鐘齁 當他的居民知道說 你們家附近很多垃圾 我過去看到是說 我們去淨灘很累 很累 best side的人 其實我不想再去第二次 老實說我太累了 然後我就去那個 旁邊的那個 那個賣飲料的乾媽店 他也沒有送我便宜 當然我不是為了要便宜 我不是為了要便宜 我是說 你起碼也感謝我一下說 欸 哈弟我請你喝這麼飲料 不要痛 你還跟我收很貴的錢 我就有一種 下次不會再去 你懂我意思嗎 我希望改變就是說 你是住在福隆的人 你應該自己也要有一種 感謝別人 感謝說有人幫你淨灘 你是不是要我這樣風氣起來 那這樣風氣起來以後 就會越來越多人加入這個社群 他變成一個recircle的時候 這個社群就會一直循環越來越大 這是我的想法 但這是因為我只耗了兩天去想 所以 有不好再請見諒一下 對對對 聽了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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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